欢迎收看人人都是孤独旅行家 我们讲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 最近好多人骂中医 为什么呀 乱七八糟这人一折腾 然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开始有了 特别强烈的抵触情绪 大家都开始质疑这种传统的 大家都觉得中医骗人的 你咬咬咳嗽 中医马上就知道你喉咙有问题 其实不是我抽烟还是抽烟抽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犯一错 跟分吃屁 就一个分一起 大家也都随着 社会公知一起 我觉得我这节目应该叫灭公知节 社会公知一起了 以后马上大家就开始各种调侃 那今天录的你点偏见先生 对的 就是大家各种开始调侃 这个中医调侃这个武术什么的 就觉得中国这点玩意儿老玩意儿不灵 得新都新的 别逗了那新的才几百年啊 你自己想想那科学 讨论多少年一百多年 讨论最多二百年 那中医多少年了 那丢了的东西有多少了 对 剩下这点东西就已经 传是真理里头 那讨论中医是 我来给大家讲讲什么叫 讨论中医 就像我们讲人身体里有一股气 那个叫什么呢 叫energy 你别给它翻译成air 那个气 也别像就有一些中医书里的 就叫气 拼音气 energy 那是energy在身体里头在 在循转 在循环 明白吗 嗯 比如说像中医 理解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人的结构 在中医 所有的中医脑子里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就我们现在来讲一个科幻的 用科幻的方式 就是现在 00后也听懂 就我闺女来了 才能听懂 那么一个讲中医 理解人怎么存在的 怎么运行的 这个人 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物 这脑子呀 是一电池 嗯 这全是那个 没有化开的那种 精 就是压缩 浓缩的 就是这脑子 为什么 那个脑子只能用 20% 因为那上下那20% 是电池 没法用 那是电池 那就用用皮毛上面的 那浮电在起作 就那20% 剩下那都是电池 那还没化成 能用的东西呢 那就是电池脑水 那些都是电池 这个电池被什么东西抽走呢 被你这个脊椎 嗯 抽出来 你看这连着了吧 就被这 这就被抽出来了 抽出来以后 就到到你这肾上了 你这肾特牛逼 肾用的最多 所以这老天爷就给你俩 用得多吗 给你俩 怕用废了一个 所以给你俩 这肾把这个脊椎里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能量 提取出来 就是叫元气 把这个提取出来以后就到这儿 这儿有一个东西 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道家就把这个叫炉子 这就是你这人自己的一个炼丹的这炉子 丹田 丹田 就这炉子 然后这炉子就开始划这个寒冷的这个电池的这个 气 气 就不是气 划寒冷的这电池的这个物质 把这个电池的这个物质转化成热能 真正的power 开始通过扬明脉 啪 就随着起来 然后啪分开 到两颅之间 散布在胸中 这样你就有一颗热热的心糖 这人心得热你知道吧 这人才 你看我就是一热心肠嘛 我热心 你才能 做这样的挺胸什么的 你知道吧 就你这人要特别弱的时候 你看他自然而然就这样 嗯海星大背 对吧 他这个就收回去了 你看那星星 他老 就鼓舞自己这个 凶器 嗯 就这个 还有你看那个罗马人打仗 嗯 对 鼓舞心智 凶器 鼓舞起来 这人就power了 啊 你见过这么power呢 这日本鬼的搜村呢 这power全是这样的吧 对 上战场之前不顾志气 对你看这人是在这么运行的 循环 这倒是有道理 呱 循环能量就散开了 然后就整个能量就开始让人体开始就运行了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能量 我们都是机器人 能接受的 我们都是智能机器人 我看三体看多了 不是三体里没有这个 我比黑 我们这是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智能机器人 你看我现在说的这你明白了吧 嗯 就是人的生物店中医 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么一套东西 只不过就是因为 宣传的那时候觉得老百姓说这不明白了 那就得用一套当时老百姓明白的话说出来 那就是当你现在看的书是当时老百姓明白的话 没有一个人就像我似的这么给你写一个 中医是 怎么是energy 怎么是power 给你转一堆这种逼格词 马上中医你看不一样了吧 被我说的 然后再给你讲一个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在骂中医的时候吧 你都不知道 中医到底是什么 你就开始骂中医 好多人都是 随风嘛 对跟风 你看过医书吗 你没看过医书 你平时说中医不对啊 对你都没有学过 你都没有接触过这领域 你干嘛去平时站出来 最大的问题就是 除非你说你能跟我这儿 咱俩对喷上古天真论 咱俩对喷义法方医论 咱俩对喷天年 咱俩乒乒乓四个开始喷这些东西 你跟我聊女子七七 女子三七是怎么回事 你跟我聊这些事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聊的时候 你说中医的人都是假的 然后你用佐证做证明 这他妈是假的 你别说你啊就是王八蛋 那他妈 那叫不讲理 对 那我没法说 那行行行我王八蛋 行行行 对对对你说的对就是假的 那只能这样了 对吧 你咱得就跟那个武术似的 咱得站一平台上打呀 对吧 你不能真是什么下打瘸子这劲头啊 这不公平嘛 是吧 所以说他得是一个 就是你得抱着一个很理智的一个态度 就是抱着中医是科学的态度 去看待中医 然后你去用你的科学价值观去理解中医 中医是一个很科学很科学的一件事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得天天骂中医不不不那个什么的人 你看我这鼻子怎么了 上火了 得说上火了吧 你看我这起一大包 顶一大包 你看这都破了 往来都滋浓 我这四十多了 对对对 我这四十多了 这着急一下两天干活 你看上火了 然后 这上火了是物中医啊 那西医馆这叫什么呀 新医汇阳了嘛 也就这个了吧 这起于浓阶子溃疡了 他只能说是皮肤的一些什么症状 他不能给你 像中医似的给你讲的这么 就俩字就告诉你 这该怎么治了 上火了 那仨字上火了 然后你就该知道怎么治 那就拜拜火呗 中医好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